妈 后面出事了 啊 出啥事了 刚刚我过来的路上 看到一个警罐掀开了 我一看 聪明一下子就跳过去了 儿子你真聪明 这一点费我 不过挺危险的 对呀 我走了不超过三步 我一脚头 人都没看到长啥样 就听了互动力声 手机在上边 人掉下去了 这人可够傻的 不接着走路 光看手机了 对呀 他喊呢 你这个空爹的 我一想 这个警罐确实够坑的 我就回了一去 确实够坑的 然后我就报警了 儿子你做的对 确实应该帮帮他 对呀 听掉下去的那个声音呀 那个人 快头要不小呢 你说这么大的人吧 还不如个孩子 哎 不对呀 你爸爸跟你一起吧 人呢 说了 掉下去的可能是我爸 妈 你看 爸爸又在喝酒 你在哪呢 我在外边有事 忘了吗 喝酒喝酒 成全就知道喝酒 儿子 你先回去 妈等他一会儿 老弟呀 今天很尽兴 谢谢金总 谢谢金总 这份合同给谁都能做 今天 给你了 不好意思 金总喝多了 给你找个代价吧 老婆 你怎么来了 你干嘛去 你怎么凭什么这么对你啊 如果你现在过去 我所有的努力全白费呀 老公啊 你不是个天是这样了 你的尊严呢 和生活相比 尊严不算啥 来 这是我给你买的贵夫霜 用它来提亮肤色 老公啊 你这样值吗 为了他的幸福生活 实际上了 走 我回家看完了 爸 你进去这家吧 我和妈妈去奶奶家了 二大妈 你一生气就带着后来上去奶奶家 我就纳闷的 那到底是你妈家 还是我妈家呀 那你别说了 不是我妈小事 是我小奶奶呀 不行吗 因为这个奶奶知道 她这个儿媳妇是多不容易 在家洗衣做饭茶的饭 你还真是嫌他烦 老婆还被你不管 真的手势不算完 老婆的信息你看不见 就知道给别人吃点蛋 真知道你是怎么当老公的 放 自闭 哈哈哈哈哈哈 别测试一下 姐妹 这个为你的努力 看看是什么 这还差不多 妈 回去 啊 这是什么 一个火龙果 这是什么 一个签子 签子这样放在火龙果上 扎伤火龙果了吗 没有 那如果这样呢 扎痛了 什么道理 认签子煎炒理了 对 爸爸想要跟你说的是 小姑子在龙串 吃冰糖糊润 吃冰糊的时候 一定要横着吃 如果说尖对着口 万一意外跌倒 或者有人从背后 推你一把的时候 很容易扎伤自己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毒儿子 爸爸带你吃大餐去啊 好 喂 妈 儿子 今天是你生日 我给你多了你第二次的菜 不是 我的朋友又好了 你自己的鸭吃吧 毒儿子 我不吃了 爸爸 今天这么特殊的日子 你不陪爸吃饭 爸 你还是知道今天日子特殊啊 今天是你生日 应该为你庆祝 但是你想过没有 三十多年前的今天 奶奶抱着生命危险 忍受了无法忍受的疼痛 才能把你平平安安的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应该去祝 孩儿生日 娘苦日 这一天 我们更应该陪伴着父母 要感谢父母 给助我们生命 为养日 是 你平安 嗯 哦 哦 哦 多会儿啊 爸带你去奶奶家吃吧 好嘞 哎 哎 儿子你少吃点 让你爸多吃点 他一天上边多力啊 啊 你就让他吃吧 我都吃饱了 儿子 吃吧 老公你吃饱了 吃饱了 来啊儿子 咱们吃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等会儿呢 哎我就知道你俩有模式防着你俩呢 都别动啊这份都我的 妈你这么吃啊 儿子你吃吧你看你吃的 你俩一吃个胖我吃饱了 我就知道他现在学后面了 儿子妈咱们吃 儿子家里没有酱油了 你去超市看看有没有酱油 好嘞 回来了的酱油呢 我看了超市里面有酱油 超市里面有酱油 爸你老婆又欺负我了 啊收拾他我也不敢呀 你老婆你收拾呗 我也不敢呀 你也不敢 那你能不能给我穿上腰啊 我要好好管管他 管呀 管我 哈哈哈哈 我怎么妈妈她的心是不对的 嗯 你都记得了还不回家 我妈妈这么辛苦 回来的时候记得跟我妈妈小东西啊 哈哈哈哈 把大大盘子回家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气死我了 啊 请问你最害怕的人是谁啊 汪峰 为什么 我就弄饭 他想要我的命 我想要弄饭 想要弄饭 我想喝杯白开水 行 妈妈 这是喂水 比白开水好喝 谢谢儿子 有人 哈哈哈哈 儿子 我想吃零食 好嘞 妈妈这是我所有的零食 你即便吃 谢谢宝贝 哈哈哈哈 啊 儿子 我想吃草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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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给我倒杯 儿子儿子 这个时候想起你儿子了 一天到晚就知道看手机 你让手机给你倒吧 同样的就是 你在家什么活也没干 我妈干了一天 挺傻样啊 她是你媳妇 不是你某母 我是你儿子 不是你幼人想干啥 自己去 哈哈哈 哈哈哈 老公 我爸身体不舒服 咱们明天去看见他们 你快拉老婆 要回你自己回 就你家的农村破房子 里边一股味 我可受不了 行 我自己回去 给我拿一千块钱 我给他妹买点东西 买什么东西需要一千块钱 买点水果不就行了 脾气还挺大 爸 人家买这房子的时候 我老爷是不是给他付钱了 对啊 那你开出几片戏房啊 就把老爷给忘了 去水不忘挖起人 别人对我们有恩 我们就要知恩图报 更何况是我老爷呢 还有农村人怎么了 这家宝说斗三代 不都是农村出来的 咱们的衣食住行 哪让离开劳动者了 老家的房子有味儿 春食不假 那是家的味道 闻心里它是 树高万丈不忘根 人若飞黄别忘本 爸你醒醒吧 醒醒吧 小朋友你好 我们是教育局的 需要对你做一个万全调查 你只需要回答过几个问题 就可以得到奖励 好啊你问吧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陈陈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呀 我妈妈叫李霞 那你妈妈的手机号是多少呀 是13 非常感谢你 这支笔线奖励给你 你跟叔叔去到车上 去领娘娃娃去吧 好啊好啊 不对呀教育局做调查 直接可以去学校的 而且他们也没问啥问题呀 喂你好李霞吗 啊我是石山老师 你女儿陈陈刚才被车给撞了 我刚把她送到了医院 费用一共是132 我再给你电子上了 啊好别客气 呃咱俩加个微信 你把钱转给我就行 哎你拍什么呢 该把石云山了 要不然你今天别想走 阿姨 在拍之前我已经报警了 喂胖 你赶紧过来吧 行行我知道了 叔叔你还不快走 我爸爸一伙就来了 干嘛呀 你赔我的羊娃娃 我给你看一段视频 原来他们是骗子 对呀 家庭信息都是隐私 不能告诉陌生人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谢谢你 不客气